疫情、经济、政治、天气、变变变 希望透过这个广播剧 介绍你处遍北京平安导日的秘决 喂喂喂,我们的大记者,你好吗? 你什么时候可以正式毕业做记者? 啊,你又来笑我咯? 我还是在学诗的记者仔 喂,你说今年我们的圣诞节 去哪里玩,去哪里庆祝好呢? 嗯,哪里都没得去,我要做功课啊 嘿,玩完再做啦 用什么一会儿又要居家隔离 那哪里都没得去啊? 你说吧,谁会猜得到 这个疫症会整两年都未完 哎,世事难料,不怕就假啦 嘿,你怕没得去玩呢? 我就怕没得毕业就真 我要采访部队一件影响世界最深远的大事 我可不可以不倒业? 都是靠这份功课的啦 嘿,影响世界的大事 就肯定是COVID-19 新冠肺炎啦 新冠肺炎影响全世界 范围就够大了 但是都还没知道前路的啊 留下我几十年之后才采访 才知道影响有多深远的啊 哎呀,这样啦,你自己慢慢想啦 我现在最紧要就是想想 如何去庆祝这个圣诞? 圣诞节? 都过了二千多年了 全世界都更慶祝 真是影响世界很深远啊 我一于去采访这件大事先 你发梦吗? 由第一个圣诞耶稣降生到现在 到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难道时光可以倒流回到采访吗? 有知这事竟成 希望现在的尖端虚拟科技 可以帮我梦想成真 访问到第一个圣诞节的当事人 那就好了 咦? 这个环境和人物 这么似圣诞圣经故事的? 难道我真的可以梦想成真? 咦? 仍然还看到一个大婶啊 这位女士 请问你是哪位? 如何称呼你? 我相信你一定是新来作客的了 我叫玛丽亚 大家都称我为主耶稣的母亲玛丽亚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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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吧,我很想訪問你 奇怪了,我這麼奇特地出現 為什麼你不怕這麼鎮定? 上當年,我只有十幾歲還未出假 就遇到天使突然出現 從此就被神訓練過我 處變不驚,因為我不斷經歷有神的引靈 天使突然出現,你也見過了 難怪你現在這麼不怕 你當日有沒有這麼鎮定? 當然很害怕,讓我招呼你坐下 慢慢說你聽 我當時害怕到整盤生糕都等到你地下 天使立刻安慰我,不用怕 還說我是夢神大恩的女子 怕敬雲未定 再聽到神要我接受任命 未結婚先懷孕 未結婚先懷孕? 真是不用怕 我們未婚媽媽有政府服務和福利 現在,根據我們猶太的律法 未結婚先懷孕 是要當中被石頭打死的 嘩!那豈不是真的比中國傳統 那些佛佛佛浸豬籠那麼慘? 我一定推遲這份苦差略 我沒有推遲,天使解釋清楚 我是由聖靈懷孕 是生至高神的兒子 猶太人所盼望的救主 天使還給我一個證據 我母子生的那位親戚 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時候 原來已經懷孕了六個月 以示我信服 接受神的簡選 我是主的侍女 情願 照神的話,成就在我身上 嘩!年老生子已經難了 什麼藉絕生靈懷孕 真是前所未有 獨一無二的神跡 我跟著陸續經歷了這麼多神跡 於是我去探望年老懷孕的伊麗莎伯 他一聽到我問安 聖靈就感動他來 稱讚我有福了 堅固了我的信心 神沒有嫌棄我的卑美 藉著我懷孕 生救主耶穌 去詩恩、憐憫、普世萬文 是我的福份了 thick 神有 управ的基礎 我可以愛你 我可以愛你 Vou現我愛你 救你愛你 我們的基礎 我哦 林 rejoice 我ye name you 我相信傳出為大 我相信全明 我相信魚 Carol 你 McDonald олет 你有沒有擔心別人不信你,如何對待你? 其實,我從此就要面對別人的誤解, 冤枉和歧視。 穿高神即是夢, 向我的未婚夫若失解釋, 若失才沒有退婚和肯迎娶我。 我是靠神引領每一步, 才可以承擔到神的使命。 嘩,我真是太不值得了, 被人冤枉,一直在吃死貓。 冤枉都是小事, 當年羅馬政府命令人口普查, 各人要回鄉登記, 我已經快到產期了, 還要長途拔雪到百里行, 道了步, 又找不到地方住, 又沒有接生婆, 全靠神的恩典保守我。 找到馬鵬, 才可以順產母子平安, 然後我們清理好的馬草, 當作藏給我的兒子粉, 真是感謝神的心恩。 嘩,你真是經歷到, 處變不驚, 有主引領。 神, 還讓我感受到溫情。 我在異地生子, 都可以成群牧羊人來祝我, 因為他們見到一對天使 在野地報佳音。 我雖然經過艱難, 見到有主的引領, 就更有信心向前走。 嘩, 這麼艱難, 你都沒有說患那些什麼產後抑鬱症。 你這麼信靠神, 我猜以後你真的可以一帆風順呢? 我賭上一帆風順呢? 但當耶穌四十天大的時候, 我和藥室看摩西的律法, 去耶路撒冷聖殿, 將長子行奉獻禮歸給神。 我們見到一個叫西面的伯伯, 他說聖靈感動他來聖殿找我們。 他很滿足地抱著耶穌, 說自己得見到神預備的救主, 可以死而無憾。 他還祝福我們。 嘩, 那好吧, 一天都乾了。 不是呀, 他祝福我們, 還告訴我, 耶穌會成就神的救贖計劃, 亦會令我心痛如鼻刀刺頭。 我當時不知道祂指什麼事, 但神給我有心理準備, 接受艱難。 後來, 當我親眼見到耶穌釘十字架, 這麼痛苦, 我的心真是痛過鼻刀刺頭。 嘩, 可憐你白頭人送黑頭人, 真是人間慘事。 何況還是釘死在這麼殘落的十字架上, 真是遺難你呀。 我寧願代替我的兒子死, 不過, 他不只是我的兒子, 更是神的兒子。 所以, 就算我替祂死, 都不能夠像祂那樣替人贖罪。 唯有耶穌才是神成為人, 是無罪的。 唯有祂的死才是有效, 我只好接受祂, 為世人做代罪羔羊的救主。 嘩, 瑪莉亞, 真是難為了你了。 不過, 耶穌在十字架上, 這麼痛苦, 都垮著我, 安慰我, 將我交託給祂最愛的門徒約翰, 我往後的生活, 全靠約翰照顧。 原來, 稱為萬福的瑪莉亞, 真是不容易做的。 哦, 我有福份參與神的拯救計劃, 不是就會一帆風順的。 我還試過走難, 差點沒命天。 當晚, 我半夜餵了奶, 好苦, 當我睡著沒多久, 就被藥室跳醒, 原來有天使報夢, 鐵穿希律王, 因為妒忌, 要殺生生王的惡忌, 若是立刻留夜帶我們, 逃命去埃及。 哇哇哇哇, 這麼緊急的關頭, 突然之間, 你們走不走得掉啊? 我們家境貧寒, 全靠神之前, 派幾個人從東方遠道以來, 送給我們一些黃金抹躍。 如香做禮物, 我們才有呂費逃避希律王的追殺。 我知道當時希律王, 是有殺錯沒有放過。 淑聖章, 巴黎行兩歲以下的男翼, 都要殺清光啊。 我們雖然有神引領可以脫遣, 但為自己同鄉的子責被殺, 非常難過。 況且我們在埃及送難民的日子, 都不容易過的。 我以為看新聞, 見到因為疫情, 經濟貧困, 信仰政治迫害的難民很慘。 原來你是神簡選賜福的瑪莉亞, 都要被人追殺, 還做過難民。 生活越艱難, 就越以靠神, 經歷神更多的恩典。 後來要殺我們那個希律王死了, 神又派天使向日室報夢, 帶領我們終於可以回到拿撒拉家。 過往經歷這麼多的變遷, 全靠有主引領, 才可以處變不驚。 瑪莉亞, 多謝你見證, 經歷這麼多神的保守。 你有主引領, 就通而不苦。 有驚無險, 處變不驚。 大記者, 你睡醒了嗎? 你發完夢了嗎? 嚇你也不醒了嗎? 哇! 感謝神啊! 我可以夢想成真, 訪問到瑪莉亞。 知道聖誕節背後, 原來有神無微不至的安排, 由神自己降生成為人, 到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復活, 稍有差池而已。 都不會能夠成全到這個神的救贖計劃。 啊! 那你又夢到些什麼呀? 咦? 我不止訪問到聖誕節耶穌降生, 是一件影響世界最深遠的大事。 我還體會到, 雖然現在我們身處隨時變化莫測的疫情, 健康, 氣候環境, 經濟, 政治動盪, 就好像第一個聖誕夜, 主耶穌降生的環境一樣。 雖然前景也不確定, 因為有神親自引領前路, 就帶給所有人處變北京的平安。 啊! 是呀! 你又提醒了我。 聖誕節, 不是應該只顧著怎樣去玩, 怎樣佈置來慶祝的。 耶穌降生, 付上這麼大的代價, 去成全神的計劃, 為我們贖罪。 救贖我們這班經常得罪神的人, 因而成為神的兒女, 有永生的平安。 想了, 就算疫情變成怎樣, 就算沒得出去玩, 那又怎樣呢? 有主引領, 就處變北京了。 是呀! 我又想聽完馬利亞的分享, 有神無微不至的引領, 祂就算經歷重重的困難, 都可以充滿內心的平安和感恩。 我都不用擔心, 賭不賭業了! 唉! 我記起一節聖經金句, 送給你吧! 大概是這樣說的, 我們可以毫無掛淚, 凡事直接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我們的心事告訴神, 神會賜我們出人意外的平安。 好呀! 好呀! 謝謝你! 我會努力, 努力, 做好些功課。 我只要安心去交託給天父, 有主引領, 就處變北京了! 。 我罪,等于主爱心口。 受耶稣基督作我救主,成为我的待罪羔羊,求祢赦免我的过错,进入我心内,引领我前路,赐我平安喜乐的心。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明求,诚心所愿。